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六十七集,出手 就在这时,半空中那青年目光冷军,面对四周无数羞逝的注目,没有半点不适 他微微抬头,一股庞大的气息顿时从天而降 这股气息极为强悍,犹如天威降临般 再看那青年,他的头发衣衫无风自动 一丝丝凌厉自他身体内散出 四周的修饰,尤其是正魔几个门派的元英七高手 脸上立刻露出惊疑之色 甚至藤华元原本准备瞬移过去的想法,也立刻止住 在他们眼中,这青年的修为正在急速地攀升 这在他们所有人的有生之年呢,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情 那青年的修为由助击初期迅速达到中期,又达到后期 紧接着立刻突破助击,进入结丹境界 一路攀升,结丹初期,结丹中期,结丹后期 这还没完呢,到了结丹后期啊,一道无形的波纹,以那青年为中心点 刷的一下,扩散开,紧接着一个一尺来高的元英,赫然在那青年的头上冒出 刚一露头啊,便立刻缩了回去 四周寂静的可怕,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望着眼前的一幕 他们无法想象,现在居然有人在他们面前修为从助击初期一路攀升到元英起 这还没完呢,那青年双手抬起,身子笔直的站立 修为又由元英初期一路攀升,最终突破初期,达到了中期 至此,才止住 此时啊,那青年一脸的邪气,头发诡异的摆动 右手一指腾画员,开口,一字一字的说道 你,可敢与我一战 此时此刻啊,那青年身上散发出的威压 在所有人眼里看来,那是石城石的绝世高手 甚至包括那些元英起高手,一个个也都是震撼在当场 眼内露出不敢置信的目光 林毅摸了摸下巴的肥肉,似笑非笑的打亮着半空中的青年 心底暗道 哼哼哼,这是谁家的小家伙到我的地盘来玩了 是由五级修正国换成的千换遍 想必来头不小啊 这种谦幻法宝即便是在幻城,也是不常见 记得它好像分为三个级别 从元英期到英变期 级别越高,说明对方身份越尊贵 藤华元脸色颇为难堪 他盯着半空中的青年,此时啊,忽然明白了刚才灵异画里的含义 身子一动,瞬间出现在其实杖之外 阴森地说道 王林,我不信你真的拥有元英起修为 否则的话,你如何能进入绝冥谷?要知道绝冥谷的阵法限制 化身期一下,根本就进不去 藤华元没有急于出手 他内心呢,也是惊疑不定 从心理上讲 他根本就不信王林能达到元英起 但眼前的一幕啊,却又让他不得不信 对方的气息,神识,与元英起一般无二 再加上刚才对方居然会元英起才可以掌握的顺移 这些迹象,无一不再标明 对方的的确确是元英起高手 若是元英初期啊,也就罢了 藤华元也敢一拼 可对方表现出的修为啊,竟然是元英中期 这就叫藤华元不得不小心谨慎了 此时此刻,绝名古外的所有人全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半空中的青年身上 没有任何人发现 古内通道里的阵法忽然间飞快地闪烁了一下 一个青年从里面走出后,立刻躲在通道内的暗处 盯着半空中的藤华元,尤其是在对方右手上的黑色小旗多看了几眼 藤华元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对方 尽管察觉到诅咒之力有些波动 但他却没有在意,只是盯着对方 右手一挥小旗,一个灵魂被抽出 藤华元冷笑一念,顿时魂飞魄散 随后,他手中黑色小旗一闪收回储物袋 就在此时,忽然整个天空一样 三个月前出现的天地威压再次来临 整个天空顿时被黑色的乌云掠罩 黑压压的一片沉了下来 紧接着,一双巨大的手掌从云层内探出 向两旁一拨,一个巨大的头颅默然间叹了出来 这巨人呢,正是三个月前的内威 他出现后啊,第一眼就看到半空中的青年 脸上顿时古怪起来 嘀咕了几句后啊,便直接无视 对着地面上的赵国修士吼道 三个月时间结束了 域外战场通道开启 说完呢,他双眼射出两道粗大的黑光 这两道黑光如同两条巨焦 相互收尾连接在一起 在虚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 在这圆形出现的瞬间呢 天地忽然仿佛失去了一切明亮 变得黑茫茫的一片 所有的光芒全部被那两条蛟龙组成的圆圈吸去 整个天地在这一刻 唯一明亮的只有那挂在半空中的圆圈 巨人大手一挥扔出了一个石头 那石头一出现了,立刻爆碎开 化成一个个古朴的符号 飞快地印在了圆圈之中 紧接着整个赵国境内所有的灵气全部向着这里云集过来 灵气第一次变得肉眼可见 只见一波波浓密的灵物从四面八方无穷无尽地涌了过来 全部被那圆圈吸收 随着吸收啊 圆圈上的符号渐渐明亮起来 最终出现了一个仿佛薄膜般的物质 这薄膜几乎透明 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它里面呢 是一片虚无的空间 无数破碎的尸体 残烈的法宝 废弃的材料 在薄膜的另一边慢慢飘过 此时的亡灵站在绝冥谷通道的暗处 并未看向天空的一边 而是一直盯着腾化缘的腰部 在那里挂着一个黑色橱带 天空的一边超乎它的预料 打乱了它之前的计划 但紧接着 亡灵目光闪动 脑子飞快计算 慢慢地 它的嘴角露出一丝尘效 这时 巨人的右手忽然一准 伸出食指 划破指尖 弹出一滴血液 这一滴鲜血 在赵国修士的眼中 犹如流星一般急速地 射在圆圈中的薄膜上 就如同是热水 撒在了雪中一般 薄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地消融着 亡灵目中寒光一闪 右手紧握 灵力顿时涌入手心中 得自怪人阿呆的那件法宝中 心底莫道 攻击 这法宝 王林闭关的这两个月 曾仔细研究过 发现他幻化出的人 相貌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变化 而吸收了自己的灵力后 连同那一丝诅咒 都被抽出了一丝 半空中的青年 立刻双手一挥 一条紫色巨龙从他身体内 漠然间钻出 这乍一看 就如同是他化身成为巨龙般 紧接着巨龙狂吼一声 顿时四周出现 阵阵阴波 藤华元面色终于大变 他现在已经完全确信了 对方的确是 原因中期的高手 否则根本就无法发挥出 这么强烈的气息 此时 巨龙的身子一翻 闪电一般冲向藤华元 他的獠牙已经露出 森森血口带着一股腥风扑了上 藤华元迅速后退 同时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血污 那血污一出现 立刻化成一只只巨大的蚊子 向着巨龙飞去 试图阻止巨龙的冲击 做完这些 藤华元连忙一拍处戴 手中顿时出现了一把七尺大旗 就在这大旗出现的一瞬间吹出阵阵阴风 只见成百上千个人脸在这旗帜上浮现出来 一个个露出痛苦的表情疯狂的嘶喊着 藤华元右手一挥大旗 旗帜内的人脸顿时从旗内被甩出 只见一个个只有头部的游魂 毫不犹豫的冲向巨龙 在他们的眼中露出疯狂的求死之色 灵意摸了摸下巴 望着旗帜摇头道 哼 这魂帆火候不够啊 才三万多个魂魄 连小城都未打倒 条男子在一旁听到 点头说道 使者大人说得极是 我当年在域外战场 就看到过 聚集了千万魂魄的魂帆 那威力实在是可怕呀 灵意轻笑 摇头道 哼 那也只是四级修正国的小城魂帆 五级修正国 抵卢国的炼魂宗 镇派之宝就是一杆魂帆 据说其内蕴含的魂魄超过了十亿 是前后历经数千年才制作成功的 横化园一回魂旗啊 三万精魂汹涌的冲向巨龙 说时迟那时快 眨眼间 精魂就密密麻麻的把巨龙包围住 疯狂的钻入巨龙体内 就在这一刻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精魂没有遇到丝毫的阻挡 轻松至极的冲入巨龙体内 就如同钻入了空物一般 这面钻进去 那面又出来了 只见三万个精魂啊 在巨龙的身体内钻来进去 一时之间好不热闹 腾化园一争之下 巨龙已然穿过精魂 向他吞来 腾化园神色变幻 阴晴不定 来不及细想 一边后退 一边扔出数个防御法宝 试图阻止巨龙 但这些法宝 无论幻化出各种物质 都无法阻止巨龙 那巨龙完全无视这些防御法宝 直接穿透而过 狂吼一声 一口吞在腾化园的身上 灵异神色古怪 看了看半空中 一直看热闹的巨人 发现呢 他也是满脸古怪之色呀 看了看那巨人哈哈一笑 看着巨龙露出王位的表情 腾化园血口临身之际 只感觉一股微风吹来 那巨龙来势汹汹 却在碰到他身体的瞬间 龙头无声无息的消散 腾化园已经很久 没有感觉到冷汗的滋味 可刚才仅仅这么一瞬间 他的后背已经渗出了大量的汗水 幻术 卧槽 腾化园脸色轻一阵 红一阵 最后实在忍不住 破口大骂 他自从结胆以后 这几百年来 还从来没有如此直接的口吐脏烟 在赵国所有修士面前 被一个幻术戏弄得灰头土脸 腾化园的怒火 腾的一下 升高到极限 他阴沉的一排除物袋 正要拿出黑色小情 当着王林的面 把他全部亲人一个个捏死 但就在这时 点点光斑出现在半空 相互融合在一起 青年再次现身 他二话不说 立刻右手一挥 一刀绿光在一闪间 带着丝丝寒意 向腾化园射来 瞬间便临身了 腾化园冷笑 身子不淡不退 反而向前一送 同时大手一抓 嘴上讥讽他 哼 第一次是换术 第二次就未必了吧 王林 你就这么点小伎俩吗 说着 他的手已经抓在了飞剑之上 绿光一闪 飞剑消失了 再次出现时 已然在腾化园的身后 调转剑尖 向着他的后背 狠狠地刺入 只听丁的一声 飞剑仿佛刺在了金属上一般 被硬生生地弹开老远 从腾化园后背破碎的衣角中 能看到 在他的身上 穿着一套金色内甲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净在喜马拉雅